这头奶牛有多神奇 竟能直接挤出冰淇淋 猴墨打了一份通天塔 下一秒 差点去见了上帝 冰淇淋吃多了会患上脑洞症 医伤给病人注射热巧克力糖浆 而有些人却没那么幸运 甜心教主为大家献唱 弗兰德一直暗恋妹子 猴墨成人之美 妹子对弗兰德也有好感 于是来到他家借宿一晚 但房间里全是王妻的照片 就连床上也有他的卧横 弗兰德为妹子穿上睡衣 弗兰德趁妹子熟睡时 竟把她的头发剪成王妻的发型 妹子气得夺门而出 这一切都被猴墨全程窥视 弗兰德意外发现一本画册 王妻生前梦想有个游乐园 为了圆他的梦 弗兰德亲近家产 巴特也帮着拔草 猴墨觉得这样太慢 直接用汽油浆 他承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随着市长急匆匆的剪彩 游乐园终于建成开业 孩子们兴奋的玩过山车 一个国王挡在面前 除非听完圣经的故事 不然禁止通行 园区的项目一点都不刺激 游客们纷纷离场 突然一阵阴风吹过 王妻的面罩竟飘了起来 吓傻了在场的游客 难道是上帝的旨意 校长才不信邪 下一秒 他开始全身抽搐 请来时既表示见过上帝 游客们都想上前体验 这时候墨开始坐地起驾 祈祷一次一百块 每当游客归在雕像面前 身体便会一阵抽搐 他们不仅上了天堂 还走了后门 自己的梦想得以实现 巴特推开祈祷的人 下一位是漫画男 他穿越到星际迷航 估仅拥有超能力 还获得猫女和特工的青睐 另一边 巴特发现烤炉煤气不足 弗兰德顺着管道查看 原来是煤气泄漏导致的中毒 人们在冰死状态下看到了幻象 这时两名孤儿点燃蜡烛准备祈祷 两人阻止了一场灾难 却被大家误认为调戏而同 游乐园虽然被封了 但妹子看到弗兰德的事迹 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弗兰德终于走出过去 和妹子开始新的生活 这种酒友多神奇 能让人彻底放飞自我 但时代已经变了 啤酒公司需要换个新的代言人 达夫的人气跌到谷底 他急需证明自己 达夫在死亡边缘疯狂试探 女孩们觉得这是骚扰 气氛的受害者把达夫躲在机场 他立刻解释 自己也是女孩的父亲 并晒出了和女儿的合照 好家伙 里面的女孩竟是丽莎 她莫名其妙盛了挡箭牌 猴莫带着女儿去讨说法 看着两人妇女情深 达夫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猴莫决定帮助她的偶像 请来一支精英奶爸团队 但达夫和女儿已经十年没说过话 大家鼓励她主动打电话 女儿答应和她见面 达夫邀请猴莫妇女一同前往 猴莫无比兴奋 为了说服丽莎童去 她答应带女儿去博物馆 达夫曾经的放荡不羁 让她失去妻子和女儿 这服女儿十年前话的话 她珍藏至今 猴莫竟和偶像零距离接触 还跟她一起参加活动 却忘记了要带丽莎去博物馆 距离闭馆只剩15分钟 当他们赶过去时 博物馆已经关门 丽莎不想再装了 其实猴莫一直都不是称职的父亲 达夫感觉自己被骗了 也不再搭理猴莫 他们只能独自回家 突然丽莎发现那幅画 父女俩决定帮人帮到底 这时达夫走到女儿的门前 突然被球砸中 原来大家争取办派对 并邀请偶像一起嗨起来 与此同时 女儿的敲门声响起 竟然是猴莫妇女 达夫口改不了吃事 达夫立即追了出去 班运工见到偶像分心 一只大铁罐滑了下去 危急关头 达夫救下了女儿 猴莫拿出她珍藏多年的话 女儿这才明白父亲的爱 就在这时经纪人来电 达夫的人气重回榜一 但这次达夫没有继续做代言 而是为女儿义务宣传作品 这张吊床有多神奇 竟能复制出无数个自己 瞬间遍布世界各地 甚至地球都被他们吃垮 大黄压垮了院里的吊床 碰巧有个商人经过 大黄一屁股坐上去 吊床带着他高速转动 近克隆出一模一样的自己 但这家伙有点呆萌 大黄让他代替自己干活 可转眼间就被垫死 大黄扮不动自己的尸体 这时他动了歪脑筋 又克隆一个自己 将尸体扔到邻居的院子 这个复制人也想喝啤酒 大黄之后又复制出两个 回到家 黄妈准备上楼奖励下老公 但这种事大黄肯定要自己来 可复制人也想跟老婆亲热 大黄又叫了两个兄弟 才把他制服 十几个大黄一起给全家做早餐 家人来之前又把他们藏了起来 邻居跟他借一把电锯 克隆人跟了过去 他竟把邻居给杀了 大黄一看闹出人命 立刻拉着所有复制人离开 他把大家拉到偏僻的玉米地 询问他们谁还认识回家的路 然后大黄将他们歇下车 并把邪恶的魔毯丢了出去 好家伙 克隆人轮流排队复制 但吃货的本质永远不变 他们成群结队的啃食玉米地 所到之处村草不留 新闻报道了此次蝗灾 但大黄在家人面前却失口否认 如果再不遏制 复制人叫赤华整个地球 丽莎有了主意 军方出动了所有直升机 搭载着巨型甜甜圈勾引克隆人 克隆人全部死光了 突然黄妈发现大黄没肚脐 他竟然是克隆人 没想到 正大黄第一个掉下悬崖 这集幸福森中 人们想要的太多 但总想毫不费力地得到金钱赞美 就像克隆人 他虽然替代了工作与劳动 却替代不了我们感受生活 一旦失控 就会带来灭顶之灾 我是宇宙超级无敌可爱的小酱酱 记得关注我哟 如果生活在非洲 是种什么体验 吃区都是家常便饭 河里除了水质就是食人鱼 甚至蚊子也能吃人 还要躲避鳄鱼和偷猎者 侯莫翻出30年前的饼干 经意外中了大奖 全家人可以免费到非洲旅行 部落的祭司遇见恶魔将至 辛普森一家乘坐飞机 终于离开了春田镇 非洲人竟都睡在树上 猴莫被想把行李扔上去 没想到 掉到了蜘蛛网上 被毒液瞬间腐蚀 巴特见过一个动物 就划掉一个 一只猎豹朝他们走来 马基觉得他也不快呀 下一秒就贴到脸上 突然猎豹受到惊吓 原来是邪恶的偷猎者 酋长欢迎辛普森一家的到来 并请他们喝牛血 孩子们互相交换了礼物 土著人的狂欢就是跳舞 他们一跳就是一整天 猴莫彻底玩嗨了 不小心拍到河马的屁股 那可是非洲最凶残的杂食性动物 导游拖住河马 让辛普森一家快逃 他们乘坐小周 沿着河流滑走 左边是天堂 右边是地狱 猴莫拼命的往左滑 没想到 河里竟是些食肉动物 他们飘到了恐怖森林 这里一不留神就会小命不保 前方竟是百米瀑布 下一秒又掉进食人花里 偏生神力的猴莫撕开花瓣 一家人迷失在丛林中 这时一只黑猩猩出现 带他们找到避难所 博士隐居非洲三十年 研究大猩猩的生活习性 突然偷猎者再次出现 博士祈求一家人帮他捍卫家园 猴莫和巴特用椰子做炸弹 马基和丽莎用马蜂做飞镳 战时压制住敌人的攻势 一个偷猎者溜了进来 被丽莎及时拦住 却发现他们是和平组织 原来博士才是坏人 他一直利用黑猩猩去挖钻石 在百米深的坑道里 黑猩猩夜以继日地工作 博士的家中藏满了钻石 这些都是用黑猩猩的命换了血钻 博士还在最后挣扎 他愿意把钻石给大家 只要别把自己供出来 西普森一家犹豫了 在回家的飞机上 他们竟然选择了钻石 Hey Lis, check it out Diamond Vision Baza